年轻不养生 七十来岁的男人回答 妈 你今年一百一十一岁了 怎么又忘了呢 剩于一九一零年 今年已经一百一十一岁的于谢氏 坐在床头边的沙发上 语速平缓 语调沉稳地说着自己的日常 他的大儿子 今年七十三岁的于恒善 则坐在旁边 陪着母亲聊着家常 梦下之时的一束阳光 穿透窗户 映照着这个普通的农家小屋 百岁母亲和步入古兮之年的儿子 一问一答 画面温馨又幸福 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中 显得宁静又安然 一 村前一条河 村里曾有两位百岁老人 百岁奶奶于谢氏 住在山东省日照市举县 刘关庄镇皇家宅村 百岁奶奶的儿子于恒善介绍说 岸庄前边有一条淮河 人家说庄前边有条河好啊 去年岸庄里有 一位一百多岁的老人 刚去世了 去年去世的那位百岁老人 曾经和他母亲是一个生产队的 前几年还经常来玩呢 就是现在 村里九十多岁的老人 也有不少呢 七八十岁的老人 就更不用说了 百岁奶奶于谢氏说 自己出嫁时 年龄就快三十岁了 嫁过来后 先后生了六个孩子 两个儿子 四个女儿 老大是女儿 今年八十岁了 老二爷是女儿 今年七十五岁了 老三是儿子 今年七十三岁 老四也是儿子 今年七十岁 老五和老六都是女儿 一个六十八岁 一个六十六岁 如今 这些孩子都挺好的 儿孙孝顺 有出息 如今 逢年过节时 晚辈都来看望奶奶 全家相聚 几十口人坐在一起 非常幸福 节目组拍摄了 老奶奶的一日三餐 他们注意到 老奶奶自己在后院 种了很多茄子 难道这就是 老奶奶的长寿秘诀 老奶奶一边吃茄子 一边招呼 记者一起尝尝 并说了自己 为什么喜欢吃茄子的原因 一 茄子的五大价值与功效 茄子是一种 物美价廉的蔬菜 也是餐桌上 十分常见的家常蔬菜 俗话说 立下栽茄子 立秋吃茄子 秋天正是吃茄子的 好时候 一 清洁内热 茄子作为实令蔬菜 不仅更健康 而且能清内热 不同于黄瓜 水果等吃起来就很爽口 外热一下就降下来了 茄子则可以由内而外地解热 常吃茄子 肺子 窗戒等疾病 再也不会找上你 二 辅助降血脂 茄子中含有造干类化合物 对机体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有很好的辅助抗疲劳 辅助降血脂的功效 三 抗衰老 茄子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 我们都知道 维生素液 是一种有效抗肌自由基 抗衰老的微量元素 秋季常吃茄子 可越吃越美丽 四 缓解痔疮 秋季天气干燥 有些有痔疮的朋友 可能会出现一些 痔疮反复出血的症状 使用茄子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五 保护心血管 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P 维生素P能增强人体细胞的粘着力 并可增强人体毛细血管的弹性 防止血管破裂 因此 食用茄子 可以有效保护人体心血管 保障健康 二 茄子D 茄子皮也是宝贝 茄子全身都是宝 你可能想不到 茄子的这些部位也是宝贝 各有非同寻常的功效 平常吃茄子 掐头去尾还去皮 真是亏大了 茄子D 降火良药 平常炒茄子 茄子地切下来 就随着厨余垃圾扔掉了 但你绝对想不到 茄子地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良药 有很强的清热 去火 解毒的作用 一 辅助治疗咳嗽 对于秋冬季节 肺热造成的咳嗽 用茄子煮水五分钟后喝下 有一定的辅助止咳作用 能辅助治疗 每到秋冬 都会犯得陈年老咳嗽 二 改善上火 如果感觉自己上火了 口腔溃疡 牙龈肿痛 等小毛病不断 可以直接把茄子地切了 放进菜里吃 或者用新鲜的茄子地 和莲子煲汤 泡水喝 都能很快缓解上火症状 三 辅助治疗冻窗 去冬天地里的茄子秧 连根两三颗用水煎 水开之后再煮二十分钟 然后用这种水泡洗冻窗换处 同时用茄子秧擦洗 几次可能就有明显效果 茄子皮 保护血管 美容养盐 一 抗氧化 保护心血管 茄子皮中的花青素 和维生素含量都很高 集中了茄子的绝大部分抗氧化物 茄子经常带皮吃 可以抗氧化 强化心血管 二 明 木 茄子皮中的花青素 还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常吃可以防止眼疲劳和近视等 眼部疾病的产生 三 美容养盐 茄子皮中的果胶 和肋黄酮含量浓度也非常高 黄酮类化合物 有很强的帮助皮肤抗氧化的作用 能帮你美容养盐 越吃越年轻 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茄子 看完下面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了 郭女士是一名四岁男童的妈妈 为人谦和 性格温柔 最近却因为孩子跟邻居闹翻了 原本和木的两家人 差点法庭见 故事还要孩子过敏说起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对郭女士来说也一样 有个热心肠的邻居 能帮不少忙 郭女士也会礼上往来 互帮互助才是为邻 知道 这天也一样 郭女士临时被要求加班 丈夫出差 她就照例把孩子 送到了邻居王姐手里 偏偏王姐家当天的晚饭 是红烧茄子 作为中国人最喜欢的菜肴之一 王姐自然不知道 郭女士儿子会不吃 端上饭桌时 小家伙开始嚷嚷 我对茄子过敏 一吃就会晕倒 王姐听后根本不信 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挑食的借口 哪有人对茄子过敏的 看我不置之她 于是 一个倔强的老阿姨 就开始了劝饭之路 不停劝小家伙吃茄子 面对大人的威压 孩子自然是毫无抵抗力的 无奈之下 郭女士的儿子就吃了几块 没有表现出不适 王姐安安自得 心想果然是装的 就收拾碗筷去了 再出来 就看到郭女士儿子 蜷缩在地板上 手里还不停挠痒痒 果然 过敏发作了 王姐立刻拨打了120 当即孩子就被急救送诊 郭女士赶到时 孩子还没脱离危险 原本郭女士还以为 是自己没提醒的缘故 可在得知王姐是明知故犯后 两家彻底反了脸 从此断了 来往 现实中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有些家长认识不到 过敏的严重性 在发现孩子出现过敏迹象后 依然不当一回事 疏忽大意之下 就可能危及孩子的性命 今天才知道 茄子不能随便吃 医生这五类人 为了健康 需少碰 一 肝肾功能不佳的人 茄子中含有一定量的龙葵碱 不易被肝肾代谢 如果肝肾功能不佳的人 大量食用茄子 就容易引起龙葵碱中毒 出现头晕 想吐等不适症状 二 患有胃病的人 茄子属于含良性食物 可能会刺激胃肠道 对于患有胃寒 胃炎等 胃肠道疾病的人来说 食用茄子 可能会引起胃肠道 不适 三 阳虚体质的人 茄子是一种含良性食物 容易引起体内含气 体质较弱的人 最好少食用茄子 四 产妇和小儿 茄子属于良性食物 容易伤害产妇和婴儿的胃肠道 因此 产妇和小儿 最好少食用茄子 五 服用降压药物的人 茄子中的多分类化合物 具有降血压的作用 如果与降压药物同时食用 可能会增加药物的效果 导致血压降低过快 三 吃茄子时 尽量避开这三种做法 或许对身体影响大 一 生吃茄子 茄子中 含有龙奎碱等有毒物质 如果生吃茄子 会刺激口腔和胃肠道 引起恶心 呕吐 腹痛等 不是症状 因此 在食用前要确保 茄子已经充分煮熟或烤熟 二 吃过期茄子 过期的茄子 可能会受到 霉菌或细菌的污染 抛开营养价值不说 食用过期茄子 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等疾病 因此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 建议购买后及时食用 不要长时间保存 三 带皮煮茄子 茄子表面 有一层紫黑色的皮 其中含有龙奎碱等有毒物质 如果不削皮而带皮煮茄子 龙奎碱会溶解在水中 茄子的毒性就会增强 因此 在烹饪茄子时 最好将茄子削皮后 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总之 茄子虽然营养价值高 但也需要注意一些食用细节 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建议大家在选购和烹饪时 注意以上几点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